石女士最近这一年多来 是茶饭不思 夜不能寝 甚至不敢出门见人 究其原因是因为石女士的鼻子歪了 石女士说了 不光自己觉得自己鼻子歪了 别人看她的鼻子也说歪 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 还得从2019年说起 当时她在济南的华侨医院 做了脸部的整形调整 包括了修眉面部提拉术 以及龙鼻术 其他项目但还好啊 就除了这个龙鼻手术 做完之后让她窝了一肚子火 我是2019年12月5号 去的那个济南华侨医院那里 去做的鼻子 然后当时做完做起来的时候 就感觉那鼻子有一点歪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出来 就是做完之后不是就贴那个膏布吗 然后贴完之后 一个星期之后去拆线 拆线的时候她就发现是歪的 施女士说当时医生拆完线后 便看出自己做的鼻梁是往左偏的 医生随即当场给她做了调整 然后她当时就帮我推了 就往往右边推嘛 然后推 推颗子吗 推甲铁 然后当时很疼 也没有推过去 她说再等个十天看看 然后十天之后又去了 又给我推了一次 然后然后的话还是歪的 然后她说那个三个月以后嘛 三个月以后再去看 当听到医生让三个月之后再来医院调整鼻梁时 施女士提出不同意见 她希望医院能退回部分手术费用 然后去其他医院修复鼻梁 可医院再三表示 他们会请一位知名整形医生专门为她操刀修复鼻梁 然后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说比较聪明 还上百度查了一下 我说要不就做一下吧 就这样子 然后又做了第二次 这是到几月份了 第二次就是 就是去年三月九号做的第二次嘛 第二次整完后 效果如何呢 之后的话就大概是隔了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然后她那个鼻子还是又开始往这边歪 我想的是歪一点点 我就算了就接受了 但是慢慢的越来越歪 然后我也查了一下 她说修复期的话 大概是三个月到半年嘛 然后我也就没找她 就继续等待呗 然后等着等着 然后那个鼻尖也开始往下掉 两次鼻梁手术 让石女士感觉很痛苦 就是有时候低头稍微久一点呢 她会就低一两地那种轻鼻涕 但是之前是没有的 没有没有 之前没有 你觉得现在这个鼻子 你看到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 反正我看了之后很不舒服 一点也不好看 就是没有原来好看了 心理压力很大 很难受 有时候想到的话都 饭都吃不下 然后同事他们也说 一看就看出来这是歪的 一看就看到那个手术失败了 问题是还是两次 从第二次鼻梁修复手术至今 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术后恢复期也早已过去 让她明显地看出鼻梁偏左 而且当初植入鼻梁的甲体 用手指一推 整个鼻子都会跟着动 但正常的话 我这个 就是这个甲体的话 它是不会动的 你看我这个的话 它是会动的 正常的话 它是应该是固定的 我的这个没固定 都是往下滑了 往下滑了 它应该夹底在中间的 我都是在左侧的 都是做失败了 而且是失败两次 对于鼻梁出现偏索的问题 顺女士也多次询问主持医生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鼻子有没有自己碰到过 没有没有 都没有 我都很小心的 对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手术 我害怕呀 所以我睡觉的时候都很注意很注意 都是一直都是仰卧的 平躺着睡的 所以也没有出现那种 比如说你不小心碰到 才把它碰到 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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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美容整形手术 总共花了一万多元 其中龙鼻手术一项花了六千元 施女士多次找到院方 希望对方赔偿三万块钱 然后自己再去其他医院 把鼻梁给修复好 就三万 我跟他说 后期修复的一个费用 我说毕竟是第二次 第一次的时候 我都没有找你要钱 我只是说退费用 那这是第二次失败 我肯定会要的 就这样我也不多要 你给他提了三万块钱 对 我提了 他第一次说的只赔一万 然后后来第二天 他说他跟我说的是一万八 我说一万八我不接受 然后他说那你就做法律程序吧 接连两次手术 都没能把石女士歪了的鼻子修复好 他现在他说 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石女士啊 现在就赶紧的 想和这家医院协商好 然后再赶紧换另外一家医院 把他歪了的鼻子修复回去 那这家医院所谓的鼻梁歪了 是做什么样的解释 是不是和这个龙鼻手术有关系 我们的特派员 随后和石女士一起 去到了他当时做手术的那家医院 济南华侨医院了解情况 来到济南华侨医院 特派员见到了一位 了解石女士手术过程的医生 而对于石女士鼻梁出现的问题 对方也给出了解释 这位医生解释说 因为每位顾客的身体情况不同 所以在术前都会跟每位顾客签署一份协议 就是为了提前告知顾客 在术后所出现的一些偏差问题 医生猜测石女士遇到的问题 可能是术后恢复过程中 因为外力所致的 事已至此 院方也同意协商赔偿 但对方要求赔偿三万块钱确实过高 在征询意见后 双方同意记者介入继续调节 您说您要的赔偿是三万 我们这边吴主任说 我们承担到两万元 两万元 三万的话 最好意思 我们真的是接受不了 您要求了这个三万的这个数个 这样的话 如果您还不满意 咱们就法律解决 想给他承担这个两万 确实是 您是有点歪是吗 您觉得是形状不好 我们给您承担 如果您觉得两万块钱 不行我不满意 我觉得我承受到这个痛苦 或者是怎么着 高了 高了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咱们就法律解决 史女士鼻梁侧偏 是否是因为手术造成的 院方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解释 那你想咱给他赔偿这两万块钱 就是因为他去维世掰吗 是形状不好 这个做鼻夹体可能有多少 咱们怎么说 就是通过法律来说 通过司法建议 我们其实还是比较相信想走司法建议 其实大部分都是您觉得是形状不满意 形状不好 高矮的问题 弧度的问题 山根或者是过高 过低 形状衔接不好 是什么原因导致史女士的鼻梁出现测片 现在双方都不愿 再就这个问题继续纠缠了 在记者的调解下 双方最终同意 医院赔偿两万块钱 史女士不再追究 医院其他责任 在特派员的调解下 事情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史女士也顺利拿到了 院方两万块钱的赔偿款 但是对于这个鼻子 到底是什么原因歪的 双方都不愿意继续再深究下去了 因为毕竟没有做司法鉴定 所以说这件事情暂时 也没有一个定论 咱们老生常谈一下吧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我们非常理解 但是整形手术 它毕竟是手术 所以说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点风险 大家在变美之前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谨慎的选择医院和医生 那么我们就会做好心理准备